沪池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邮政华波 沪明社团法人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华波账号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生命电视 让佛法环绕全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小姐 你好 你又去买鱼了 你们家好像天天都要吃鱼哦 是啊 不瞒你说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鱼了 不管怎么吃都吃不腻 陈小姐 这些鱼你都如何烹调的呢 很简单 清炖就好 这样做味道最鲜美 而且鱼眼睛也会好吃 鱼眼睛 怎么 鱼眼睛 你也吃啊 那是当然了 鱼身上的部分 我最喜欢的就是鱼眼睛了 两位再见 我回家煮鱼了 陈小姐煮出来的鱼的味道 的确非常好吃的 不管是煎炒烹炸都非常好吃 难怪她经常买鱼吃 哎 可是她吃了这么多鱼不是一件好事啊 这话怎么说的 这些鱼都是有生命的 陈小姐吃了那么多鱼 那要伤害多少生命啊 要知道杀生可是很大的罪业 这是要遭到果报的 啊 这么说 陈小姐会遭到果报 嗯 陈小姐从小到大 不知道吃过多少条鱼 她不但没有罪恶感 反而还因为会吃鱼而感到自豪 老婆 今天你怎么又煮鱼呢 嗯 嘿嘿 老公 你尝尝一下 味道好极了 嗯 味道的确不错 那当然的 嗯 嗯 这鱼眼睛的味道更棒的 嘿嘿 你呀 吃了那么多鱼眼睛还没吃够啊 对呀 鱼眼睛我吃多少都不会吃腻的 陈小姐终于因为吃鱼而遭到了恐怕 她的眼睛高度紧实 而且近视度数也不断加深 咦 怎么回事 我的眼睛度数好像又增加了 谁呀 哦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呀 女儿 你眼睛怎么了 好像看不清楚我啊 对呀 不知不知道为什么 我眼睛近视度数不断加深 看来我又得去换副新眼镜了 啊 怎么会这样呢 那我陪你去配一副新眼镜吧 妈 怎么可以 你一来就让你陪我出去逛呢 你就在家休息一下 我去买条鱼来煮给你吃 什么 买鱼 女儿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不能吃鱼吗 妈 我小时候你就不让我吃鱼 这究竟是为什么啊 你不知道 我现在做的鱼很好吃的 不瞒你说 我很喜欢吃鱼的 尤其喜欢吃鱼眼睛 啊 女儿 你喜欢吃鱼眼睛 是啊 怎么了 哎 女儿啊 我想你眼睛近视的度数之所以不断加深 那就是你吃鱼眼睛的果报啊 妈 你说什么啊 我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的 女儿 因果报应不能不幸啊 我们家不吃鱼就是因为你的外公曾经因杀害了一条大鱼 而全家遭到了果报 啊 还有这种事情 妈 你跟我说说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你的外公曾经主持长江航运的业户 有一天晚上 你的外公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到一位白衣老人 恳求他第二天不要开船 先生 先生 谁 是谁在叫我 先生 我有一件事情 想求先生您帮忙 啊 什么事情呢 我知道先生主持长江航运业务 我恳求先生明天不要开船 希望先生能答应我 嗯 明天不要开船 为什么呢 拜托您了 我恳求您明天千万不要开船 拜托 拜托了 真是个怪梦啊 但是你的外公思想受到西方教育影响比较多 对于鬼神之事心存怀疑 又考虑到航运公司应该准时出航 就没有下令停航一日 先生 现在是否可以出发了 我恳求您明天千万不要开船 拜托 拜托了 梦里的情景不能当真 先生 你说什么 哦 没什么 出发了 嗯 出发了 谁知道 这次出船 竟在长江撞死了一条非常大的大白鱼 嗯 怎么回事 先生 我们的船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哎呀 好大的一条鱼啊 看来我们的船刚才就是撞到了这条鱼啊 我恳求您明天千万不要开船 拜托 拜托了 从那以后 你的外公就从航运公司退休下来了 不久就郁郁而终 自从你祖父去世后 家境也渐渐败落下来 又遇到天灾人祸 战争平传 导致家族灾祸连连 一下子就没落了 后来我读唐宋文人写的笔记 经见长江水神 原是一条大白鱼 并且可以化成一位白衣老者的嫉妒 我这才知道你外公所误杀的大白鱼 是保护长江的水神 水神之死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更令整个水域的安宁和秩序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所以不仅外公郁郁而终 而且整个家族都受到这个杀业的影响 所以我们无意间的行为 影响都可能十分深远 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家就不再吃鱼了吗 是的 所以妈妈希望你吃素 并且内心要求有尊重动物和尊重神灵的态度 因为这些神灵是保护一方安宁的主要力量 嗯 妈妈 我会听你的话的 之后就吃素剑杀 行善积德的 嗯 陷害幼鸟 游子难活 吴先生年幼无知的时候 曾经非常残忍地对待身边的小动物 就在他读国中的时候 学校里有三个未尽的教室 很多麻雀家庭在那里住潮 年少的吴先生经常去那里玩耍 我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玩 什么地方啊 前面好像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是啊 那里好像只有三间废弃的教室啊 对啊 我们就是要去那里玩的 去那几间破教室 有什么好玩的呢 一会儿去那你们就知道了 看这几间破教室 床骨都破了 有什么好玩的 别说话 你们看里面 每年七月 小麻雀都还不会飞 只能待在鸟巢里 嗷嗷待哺 等待父母喂食 哎呀 里面好多小麻雀啊 一只 两只 三只 多到 多数不清念 真没想到 麻雀竟然会在这里住潮 怎么样 这个地方不错吧 嗯 如果我们能进去 抓住这些小麻雀就好了 嗯 不如我们从窗户爬进去吧 可是 这个窗户这么高 我们要如何爬上去呢 你就不能动动脑筋嘛 只要我们搬一些砖头垫在脚下 就可以爬得进去了啊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还是你有办法 我们现在就去搬砖头吧 可以了 这样应该够高了 我先来 就在这个时候 几只雕的虫子准备喂小麻雀的麻雀父母 飞了回来 他们看到有人要爬进废弃的教室 为了保护教室内的孩子 他们俯冲下来 攻击正在爬进教室年少的吴先生 哎呀 你看 现在有好多麻雀啊 一定是教室里那些小麻雀的爸爸妈妈回来了 别管他们 看我进去把那些小麻雀抓出来 哎呀 真痛 走开 快走开 哎呀 好痛啊 该死的麻雀竟敢捉我 我看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 这些麻雀可不好惹 离开这里没那么容易 这些该死的麻雀竟敢捉我 我一定要报仇 可是他们都在天上飞 我们根本抓不到他们啊 嗯 我有办法了 年少的吴先生 于是找来了一些木板 把教室的窗户全部都堵住了 你们不让我进去 我也不让你们出去 哼 我们走 教室外那些麻雀爸爸 麻雀妈妈 因为窗户被堵住 没办法把食物带进去给孩子们吃 因此非常着急地绕着窗户 发出一阵阵凄惨的叫声 教室里的小麻雀 因为没有食物 最后被活活地饿死 从乌梁上掉了下来 多年后 吴先生长大以后 娶其生子 然而他的孩子一出生 就得了吸入性肺炎 需要住院治疗 你看我们的孩子 你看我们的孩子 长得可真像你啊 医生 我们是不是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吴先生 你儿子的情况不太好啊 医生 我儿子怎么了 是啊 是啊 医生 我的儿子怎么了 这个孩子得了吸入性肺炎 而且情况很不乐观 需要住院治疗 啊 这要怎么办啊 老婆 别担心 我会想办法的 为了救孩子 吴先生四处打电话求救 希望儿子的病情能够好住 然而孩子的病情又没有好住 反而越来越严重 没几天就永远离开了父母 孩子 我的孩子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可怜的孩子 你为什么才出生 就又匆匆地走了呢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历经丧子之痛的吴先生 无意中看到了 《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其中一段 让他猛然惊醒 今生无子为何一 浅世天学 复朝人 若欲亡补生处者 受骨肉分离报 难道是因为我小时候 害死那么多小麻雀 导致自己的孩子无法活下去 报应 这真是报应啊 从那之后 吴先生开始学习佛法 他们知道昆虫草木都不能伤害 更何况是小鸟小动物 曾经无故伤害要鸟的吴先生 终于走向了智慧的道路 制作标本 饥饿音 小文 跑快点 那边有好多的蝴蝶哦 好的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小文 你看 那只蝴蝶好漂亮啊 是啊 真的好漂亮哦 小凯 我们来抓他们好吗 好啊 好啊 别跑 你别跑 看我怎么把你抓下来 哎呦 好可惜 让它给跑掉了 小凯 你看 那边有好多蝴蝶哦 对耶 那我们来抓蝴蝶好了 好啊 好啊 蝴蝶 别跑 对呀 你不要跑 哎 哎 他们飞得好快 我们根本抓不到 我去拜托我妈妈帮我抓一只 那我也要去拜托我妈妈帮我抓一只 妈妈 妈妈 你可以帮我抓一只蝴蝶吗 小凯最聪明了 自己想想办法抓一只 但是蝴蝶飞得太快了 我抓不到 妈妈 你去帮我抓嘛 哦 这样啊 乖儿子 你拿着那根网子去抓就可以抓到了 哈哈哈哈 好哦 小文 走 我们再去抓蝴蝶 这两个孩子便拿着网子对准空中飞舞的蝴蝶使劲地扑下 蝴蝶就这样被扑到地上 一下子就抓到了好几只蝴蝶 太好了 又抓到了 我们再多抓点 好啊 好啊 晚霞中的红蝴蝶让你慢慢飞 让我抓到你 孩子的歌声是优美的 可这美丽动听的歌声中唱着什么样的内容呢 一位学佛的刘女士听到歌声后 看到两个孩子正在捕捉蜻蜓 当下大吃一惊 江凯 你看 我们抓了好多蜻蜓了 我们拿去给妈妈看看 嗯 天啊 他们的父母怎么能纵容他们这样残害生命呢 妈妈 妈妈 你看我们抓到了好多蜻蜓耶 嗯 等会大家 妈妈再教你如何把这些蜻蜓做成标本 做成标本 太棒了 两位妈妈 你们为人父母 怎么能让孩子这样肆意的伤害生命呢 我只是教孩子做标本而已 况且学校也会教孩子制作昆虫标本啊 哎 怎么能这样呢 孩子捕捉蜻蜓 蝴蝶 制作动物标本 只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增长残忍的习性 长大后对待生命缺乏人其心 也很难对其他人有同理之心 一个没有爱心的人难以善待他人及自己的父母 甚至于怕自己啊 啊 有这么严重啊 再说了 杀害生命必以生命来偿还 这是宇宙中的因果法则 你们作为家长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 杀害生命 必以生命来偿还 这是真的吗 是的 我跟你们说个真实故事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 哪天下了一场大雪 我借住在一间寺院 寺院有位年仅十岁的沙尼师傅 刘居士 师傅叫我给您送饭菜过来 真是谢谢师傅 这么大的风雪还麻烦您给我送饭菜过来 不客气的 是啊 今天的雪太大了 都快春天了 还下这么大的雪 对了 春天马上就到了 小师傅还在家时春天都玩些什么呢 你玩过蜻蜓没有 没有 我以前特别喜欢抓蜻蜓来玩 我家靠近池塘 那里有好多蜻蜓 我就和朋友们拿着网子去抓蜻蜓 有时候蜻蜓飞累了 会停在野草的细枝上 我们便从它们身后慢慢地伸过手去 然后一抓 就能把蜻蜓给抓住了 那你把这些蜻蜓抓到后都怎么处理呢 通常是拿回家去喂鸡 少数活着的就放在屋内纱窗上 它们也不会逃走 一天以后 这些蜻蜓就会死掉 我就把它们做成标本 阿尼陀佛 这可是杀生啊 是啊 杀生总会遭受恶果的 后来我生了一场大病 我父亲带着我看了许多名医 都不见好转 医生 我儿子的病情怎么样啊 唉 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后来我父亲带着我来到了这里 拜见了我师父 你的儿子杀生太多 所以才会遭此恶报 啊 怎么可能 他小小年纪怎么会杀生太多呢 他虽然年纪还小 可是 却杀了许多蜻蜓蝴蝶 杀害生命 必以生命来偿还 老法师 求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的儿子 现在 只有让你儿子皈依三宝 多做善事 放生护生 也只有这样 才能来弥补过去所犯下的杀业 我愿意让儿子皈依三宝 追随佛陀 就这样 我在这里出家 并跟着师父学习佛法 看来世间真有因果报应啊 嗯 是的 所以做父母的 千万不能纵容自己的孩子 去做那些残杀生灵的事情 孩子 把这些蜻蜓放了吧 以后不要再抓他们了 伤害生命的行为是不对的 嗯 好吧 在现今很多学校的动物标本室里 都有许多蝴蝶 飞蛾 蜻蜓 以及鸟类的标本 这些本来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生命 却残忍地死在冰冷的橱柜里工人观赏 甚至还有一些老师还会带着学生制作动物标本 并把这些标本拿到市场上去卖 老师和家长应该教导孩子爱护动物 保护动物 而不是让他们肆意杀害生命 嗯 您说的有道理 谢谢您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拾其免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问请圣意与世俗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圣意是超越概念心范畴者 世俗是不受抑制的经验者 他的体性是任何可能的迷惘心境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当你向内看着世俗 你发现世俗中 并不包含任何概念心的范畴 在体验时反而是空的 且并非由任何事物所组成 这是将世俗自然消融而成为圣意的要诀 请问此案与彼岸之间的分界 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此案是指轮回的现象 彼岸是指超越轮回的现象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向内看着属于此案的一般思维心 由此看见 它是完全无实质的 是无可理解的能知 这是所谓的到达彼岸 是将此案消融而成为到达彼岸的要诀 请问昏尘与觉醒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昏尘是由于厚重的心意遮障 而无法理解任何事物 觉醒是鲜明地如实看见初始的本然状态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向内看着这个不了知 无理解力的心本身 不要质疑心是否了知 由此看见它不含任何体性 而是清澈且无遮的 这是让昏尘自然消融的要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爱与正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正是厌恶另一个对境 爱是喜欢另一个对境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向内看着触发憎恨的对境 并看见它是空性的 没有任何体性 向内看着激起慈悲的对境 并看见它也是空性的 不具任何体性 你所憎恨的敌人是心 你所挚爱的朋友也是心 了解这心是空性的 非由任何事物所造 即是让爱政自然消融的要诀